大家好,我是队长 在蜘蛛侠纵横宇宙的最后 蜘蛛侠麦尔斯错误的来到了42宇宙 在这里他遇到了还活着的叔叔亚伦 以及在这个宇宙成为了徘徊者的麦尔斯·莫拉莱斯 想必许多粉丝看到这里都会好奇 这位徘徊者麦尔斯究竟是什么身份 而刚好我也在周末进行了二刷 发现影片中急着暗藏了许多的细节来进行暗示 因此为了解答大家的疑惑 今天我就来对电影的结局做一个特别解析 看看这位42宇宙的麦尔斯究竟是好人还是坏蛋 那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关于42宇宙的身份 在结局电视的新闻播报中 其实就有第一个暗示 报道中提及 有神秘人击败了邪恶六人组 而神秘人的身份大概就是徘徊者麦尔斯 至于亚伦和1601麦尔斯讨论今晚的任务时 提到了趁着保安换班的时候行动 或许很多人看到这都会将42宇宙的麦尔斯和抢劫犯联系在一起 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个虚鬼 由于徘徊者的刻板印象在前 可能会让许多观众误以为42麦尔斯也是一个反派 但如果你换个思路 42麦尔斯要闯入的地方 或许并不是银行、住宅等正常的场所 很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炼金公司或者某个实验室 42麦尔斯的潜入或许是为了盗窃某个重要的资料 就像前作《平行宇宙》中 中连彼得他们所做的那样 其次,还有一点能够证实42宇宙的麦尔斯并非恶棍 当1610麦尔斯被亚伦骗到楼顶上时 遭到了42麦尔斯的袭击 然而从始至终 麦尔斯的蜘蛛感应都没有启动 显然这也证明 42麦尔斯确实是动了手 但是它并没有敌意 当然了,由于原作的漫画 对于蜘蛛感应还有一个设定 那就是不会对拥有相同DNA的个体产生反应 或许42麦尔斯和1610的麦尔斯的DNA几乎一致 因此骗过了蜘蛛感应 但是当麦尔斯被绑在沙带上时 亚伦突然一拳将沙带打炸 麦尔斯的蜘蛛感应也并没有启动 但相对的 在平行宇宙中 麦尔斯的蜘蛛感应对于亚伦的攻击曾有过数次预警 因此这很明显地证实了 42宇宙的亚伦和麦尔斯都并没有敌意 但由于42宇宙并没有蜘蛛侠 整个城市也更加在黑暗且混乱 麦尔斯的父亲也在保护城市的过程中牺牲 这自然也让麦尔斯建立起来一道防线 比方遭到他人的伤害 1610的麦尔斯之所以会成为英雄 最主要是源自父亲和蜘蛛侠的榜样作用 但对于42宇宙而言 父亲牺牲蜘蛛侠也根本不存在 这就使得他只能学习亚伦 成为徘徊者以暴之暴 因此比起英雄 或许反英雄的称谓也更加合适 42宇宙和1610宇宙 在画风上有很明显的区别 仔细观察 1610宇宙整体是暖色调 但42号宇宙却是冷色调 42宇宙的麦尔斯母亲同色是绿色 而1610母亲的同色却是棕色 并且麦尔斯溜进家门时 我们能通过对比看出 麦尔斯回到的房间 对应的正是1610宇宙自己的房间 很多人都说 麦尔斯回到的地方是衣帽间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 能发现房间的大体布置 和1610麦尔斯的房间完全一致 左边有画板 右边还有一张床 可不论是装饰还是色调 都灰暗许多 而且麦尔斯顺手捡起了T恤和外套 配色正是绿色和紫色 对应的正是徘徊者的配色 而且两个麦尔斯的球鞋 虽说都是AJ 但麦尔斯是红色 徘徊者麦尔斯却是灰绿色 并且在IMDB的演员角色名单中 42宇宙麦尔斯的名字叫做 麦尔斯基·莫拉莱斯 就像是中年彼得 名字中间的B本节名一样 42宇宙麦尔斯的中间名叫 刚萨洛 特别和1610麦尔斯进行了区分 另外 42宇宙的麦尔斯的西班牙语 也明显更加熟练 当他询问 麦尔斯的父亲是否还活着的时候 使用的正是西班牙语 而1610麦尔斯 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 这才使得42宇宙的麦尔斯 又用英文重复了一遍 而这种差异 主要源自于麦尔斯父亲的牺牲 导致麦尔斯与母亲相依为命 语言方面 自然接触西班牙语也更多 另外 42宇宙的麦尔斯 和1610麦尔斯的配音演员 并不是一个人 1610麦尔斯的配音演员是 沙梅克·摩尔 42宇宙的麦尔斯则是 约光男孩的贾雷尔·杰罗姆 通常来说 不同宇宙的遍体 都会让同一个演员配音 但这次 却特别启用了两个配音演员 或许也是在暗示 42和1610两个麦尔斯 有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 也有可能是为了凸显 42宇宙麦尔斯的西班牙口音 始终口音这个东西 除非是有相关专业的技能加持 否则想要自由切换的话 还是挺难的 另外 既然这里说了配音演员的问题 我们也来顺便说一下 麦尔斯的叔叔亚伦·戴维斯 他是由马赫沙拉·阿里配音 同时 他也是MCU的刀锋战士 我们就这么随便一数啊 整个综合宇宙 就至少有6位 跨越索尼和漫威 两大宇宙的演员了 最后是关于 42宇宙的麦尔斯 为何会成为徘徊者 其实这又要回到 该系列一直讨论的话题 即一个人的命运 到底能不能改变 按照2099的说法 麦尔斯压根就不应该被蜘蛛咬伤 这样他就不会成为蜘蛛侠 1610的彼得也不会死 然而这段话并没有说 假如没有那只蜘蛛的话 1610的麦尔斯会变成什么样 但如果我们回看平行宇宙 会发现 1610宇宙的麦尔斯 如果不成为蜘蛛侠 那他最终也会成为徘徊者 在平行宇宙里面 麦尔斯第一次出现蜘蛛感应时 麦尔斯的背景配色 正是紫色和绿色 而这正是徘徊者的专属配色 接着在很短的时间里 立刻变成了红色和蓝色 而这个则是蜘蛛侠的配色 这也象征了麦尔斯的未来 已经从徘徊者变成了蜘蛛侠 其次 在此年的视频中 我们也反复提到过 麦尔斯和徘徊者的角色原型 就是演员唐拉德·格洛佛 从创作之初 这两个角色的宿命就被捆绑在一起 我们可以猜想 假如1610的麦尔斯没有被蜘蛛咬伤 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很有可能会继承亚伦徘徊者的衣钵 也说不定 因为在原作的漫画中 牛16逐一周的麦尔斯 就成为了一名反派 据他自己所说 他和蜘蛛侠麦尔斯的过去 几乎是一模一样 唯一的不同 就是蜘蛛侠麦尔斯 被编影的蜘蛛所咬伤 因此 1610的麦尔斯 很可能会成为 徘徊者的猜想完全成立 当然 关于两个麦尔斯的后续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徘徊者麦尔斯并没有恶意 那么在第三部超越宇宙中 两个麦尔斯很有可能会携手对抗斑点 这样就是两个被改变了命运的麦尔斯 一起对命运发起抗争 而这也呼应了 该系列三部曲的副标题 即走进命运 被命运束缚 最终超越命运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